可是幸好有李安,讓我們還可以期待電影工業 以前是從黑白變彩色、無聲變有聲、2D變3D 到現在3D電影可以進化到什麼高規格的程度? 我們可能是在見證電影進化的時代 假報,我是雀! 台灣觀眾終於可以看到李安的芯片雙子殺手了! 耶! 我有史密斯在跟年輕的自己騎上衝擊,展開飛車追逐戰的時候 他們是在一個具有高低差的馬路跟牆面上 上上下下須武,緊繃飛紙的槍扇 其實有一種我在看西洋版的渦武場中的既視感 當時你去想一下俞秀蓮跟郁教榮兩個人的夜裡面飛簷走壁 緊保著對方不放,也要搶回金鳴劍的那個刺激的追逐戰 其實搬到雙子殺手差不多就是那種離世落活 我覺得有一種東西差異了不一樣的精彩 電影清楚的讓觀眾看到的其實是還蠻刺激的那個動作場面的部分 其實它不是市面上商業劇片動作系 總是很飛快的把畫面全部都撿在一起 然後糊在一起玩弄一種假裝有拍到 但其實觀眾什麼都沒有看到的那種動作快戲的把戲 雙子殺手是很實實在在 連一隻蜜蜂飛行的那個鬼機你都可以看很清楚 立立在目 連爆破、玻璃噴出來那個噴出螢幕 射到影廳裡面的碎片 你都可以看到很清楚的顆粒 有一點要刺激你的眼睛 瞬間讓電影裡面的觀眾 都擁有了特務殺手一般的那個敏銳視覺 這就是李安電影的新片的看片重點 當然要眼睛變得這麼血量厲害 你就得進戲院看雙子殺手的3D版本 越高規格你就會越轉觀 雙子殺手在全世界各地放映的規格版本非常多 光是在台灣就有四種版本的差異 一個是最低的2D 4K 24幀 然後就是3D 2K 64幀 還有iMass 2D 4K 24幀 跟iMass 3D 2K 60幀 3D跟2K 大家懂嗎 就是畫質跟它的那個維度 然後20幀跟60幀的差別就是 電影是1秒24個的真理 就是你一秒會看到24個畫面 它就會變成一個動態擬動態的視覺 然後李安傑他是拍到120格的 但是在台灣其實就只有最高規格就是60格 iMass 2D 3D 2K 60格 這次就只有在華臉的維修影院才可以看到 台灣這次並沒有引進當初 像比利林恩中產戰士在金剛維修放的 3D 4K 120格的最高規格 李安強調其實它每個版本都重新調整過 然後也要確保每個不同的設備規格 都可以給觀眾最好最舒適的觀音感知 所以嚴格來說 這幾種規格就是幾部不同的電影 所以在台灣你可以看到四部不同的雙子殺手 也是因為這樣加上雙子殺手的故事 本身是在講東西兩萬觀眾 很容易看出不同的長相 每個人看雙子殺手就是不一樣 在影迷的心中可能就會覺得 各自得到一些還蠻奇妙的高低差異的分數評價 例如說雙子殺手在IMDB權威網站裡面 只拿到5.1分 滿分10分 在爛番茄裡面爆米花熱度有84分 還蠻高的 可是在評論數字上就只有25的綠番茄 可是在中國大陸的豆瓣碗 就開出了7.1的還蠻不低的分數 不過中國大陸是全世界可以看到 最高規格的3D是可以120格的地方 連美國都沒有 台灣也沒有 不過看到最高規格的雙子殺手的觀眾 也不完全買單就是了 一般人說雙子殺手的評價 之所以差異這麼落差 一方面是達成了動作系 在技術面向的很高規格水準的展現 就是這是好的地方 尤其是高規格的播放環境 你可以看到非常刺激的驚險的觀影效果 可是在高規格的動作系跟老派的故事 被防在一起 他們就會覺得很有違和感 那因為導演是李安 以至於這個發想來自於20多年前 製片Jerry在1997年就已經發想這個電影故事 他在被全球觀眾看的時候 其實有一種 對於我想看到很棒很棒的很高的期待度 可是其實大家都沒說破 這不是李安的故事 但是大家會期待李安 端出很棒很厲害的一個改變的故事 所以我們其實是有一種在期待李安 成為為世界帶來有的 當作臥武藏龍 那種玉家龍往上鼓 一跳的精神救贖的那種 很高級的精神的觀影享受 事實上雙子殺手 其實有很多地方是跟臥武藏龍 有呼應對話的地方 你說雙子殺手是李安拍的 美國當代江湖的作品 其實我覺得都不為國 例如說李莫白是最強的大廈 威爾斯明斯就是美國國情組裡面 最強的那個特務 他們都後繼有人 就是圖地般的東西 但是他們都異正異邪 不知道你會讓他們變成好人或壞人 那如果說古代東方的文匣故事 非常的迷人的話 那西方的科幻 或者是你知道特務片 就是世界的眾望所歸 20年前的故事其實不是問題 因為王獨吐的鐵鶴舞 《波舞藏龍》 也是寫好超過50年之後 才被李安拍出來 所以你看Jerry的20年前的故事 被李安拍出來 沒有問題 問題不在於故事是舊的 而是在觀眾看科幻片的時候 很習慣去用一個 期待超前20年的創新的故事 而不是期待一個20年前的科幻故事 所以你要門心自問的其實是說 你是期待李安創造一個好故事 還是期待李安解讀出一個好故事 老實說前者的觀眾 我覺得你太不了解李安了 父親三婦娶之後 李安就是一直在拍別人的故事跟劇本的人 然後你在童中放棄屬於李安導演作者論的解讀方式 以此看來其實你會發現 李安根本就沒有搞砸雙子殺手的任何什麼 你細細的去評判他 你還會發現雙子殺手其實是還是很李安的 而且其實李安早就已經在科技面上完成了很超進度的期待 例如說兩年前的比利林安中場戰士 他在台灣是3D 4K120格 最高規格做應言還被取名叫做未來3D 如今的未來3D 如今還是還沒來 至今還是依舊最高規格 而且今天台灣要放的雙子殺手 是比兩年前的規格還要落後 其實這也不是挺扶持的嗎 李安今天在《韋子海》的記者會上 有人問他說 台灣這次沒有3D 4K120格怎麼辦 然後他還要問大家說 沒看過最高規格沒關係 高規格沒辦法很快普及 但是李安雖然是用最高規格拍攝 可是他在拍的時候有做好心理準備 在導演雙子殺手的時候 他同時心理鏈接的是 把他拍成一般規格的電影 他會變成什麼樣子 他花很多心思緒 想要讓一般3D規格的觀眾 也可以感受到身力其境的那種雙子殺手的觀音感受 照李安的講法 就是每個媒體都要有自己跟觀眾交流的能力 然後他會效果其實當然也是不一樣的 科技視覺效果、美學技術、化妝、甚至是演員的演技 其實說出來都是電影工業體系裡面的一個假裝工程 電影人只要做到讓大家相信就好了 所以李安雖然說 電影是一個很奇妙的世界 我們認知其實很有限 可是做電影就是要為了讓觀眾看到一個很放開心胸的狀態之下 然後看到電影不一定要有任何的標準 只要拍片可以拍到跟觀眾心靈契合 然後想像力是真情流露的就可以了 所以所謂的你什麼規格、工具 都是追求想像力來用的 工具本身是無辜的 怎麼去用它都是可以好好的期待的 所以我覺得當李安雖然說 沒有人規定電影必須要長怎樣 我們想怎樣的時候就怎樣 那句話超帥 那《網路世界》其實有一個很凶悍的洪水猛 正在努力吞噬這個世界 就是芳心慰害看不見的串流平台 GV、Netflix、亞馬遜 那些OTT的存在 都是讓影視觀眾因為可以支付很便宜的月費 其實就等於一張電影票 就可以享受在家裡看不完的影集跟電影 甚至連坎城的奧斯卡競賽片 都可以直接跳過院線的首映 然後直接讓全世界多國的觀眾 同步在網路上看到那部電影 其實這個舉動很破壞性 它腳斷了世界電影的一貫以來的市場營運模式 就是你要現在電影院放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 然後我再來給你在錄影帶轉、電視台轉 就是一波一波的轉 台面上其實就是侵犯了業內結構體系多年的多層利益 那台面下就大大減少了民眾出門看電影的動機 所以全世界的電影從業人員其實都挫了膽 也在思考著說 那我們怎麼樣把觀眾可以留在電影院裡面呢? 其實近十年來我覺得他們的策略是讓我失望的 他們的方法就是不是減少拍攝 可能比較有創意、比較心三色、血腥、生猛題材的電影 因為那個會變現自己 你變現自己就是電影票房大票倉 青少年男女沒辦法進去看 所以他們就沒辦法逛現票房 所以票房就一定會差 他們不願意讓這次發生 所以現自己的電影其實市面上越來越少 不是說現世級的電影就比較有創意 而是因為現世級的電影本身 他會有一些超乎我們人類想像的東西 所謂的創意在裡面 他只是電影其中一個類型 但是光是這件事情 你就可以去看到他說 啊,其實電影正在努力的自我線索 然後要不然就是 把無腦闖片跟超級英雄片 當作票房的先單靈掉 僅持而已 好像沒有其他的想像力 其實近年電影院還在開發另外一種觀眾的市場 就是吸收電影應援的空間 實質需求的那些消費者 他們可以已經電影院看五月天的演唱會 去看實際的舞台秀 或者去看一些自己還沒出生 但是錯過不想錯過的經典老電影 甚至包廠求婚 使用電影院的商業模式 其實絕對是可以更多元的 可惜的是這些包廠的需求 都不太需要太高規格的應演設備 他們就可以滿足了 沒辦法成為高規格電影普及化的一個推動力 但是唯有李安 他是走在前面的 他在批拓電影工業之路上一直在進步 我們不知道還等不等到最高規格電影普及化的一天 但幸好我們都知道李安還在努力 一如我們當初想看到 只存在腦海裡面那一部完美武俠電影的時候 我們看到李安拍的《握舞長龍》 我們想看到張愛玲寫的東西變成電影 然後我們看到他的設計 我們不能說李安拍攝3D 4K 120 格的電影是在舊電影 但是世人普遍認為看電影平台的選擇可以更多元 例如說在電視電腦或手機各種方式的當代 其實你要讓觀眾心甘情願掏腰包 進電影院看電影的這個驅動力 不可諱言祭出了家庭劇院達不到的規格 絕對是一個王道 電視播映規格一路以來 其實從印象管升級到易經 從HD 4K 到 8K 其實至今沒有人提出異議說 想要阻礙他的升級 但是電影為什麼會這樣呢? 電視的販賣業者都希望觀眾花錢換電視 但是電影院的規格升級很難 因為花錢換設備的是戲院不是民眾 所以戲院方當然他會想說 我要等到最高規格普及化之後 我再升級就好了 這是人之常情 可是觀眾的教會不能等 這個世界上並沒有因為大家看到阿凡達 然後覺得很棒 然後他成為了飲食票房第一 最近被那個復仇者聯盟終局之戰擠下來 變成第二了 然後沒有大家沒有因為看到阿凡達 然後從此這個世界上變成全面三敵電影的時代 也不會因為李安拍了《別地零二》中場戰士 跟雙子殺手 然後就變成了未來3D的電影的時代 我們理解 可是也是幸好有李安 讓我們還可以期待說 我們可以期待電影工業 他以前是從黑白變彩色 從無聲變有聲 從惡力變3D 到現在3D電影可以進化到什麼高規格的程度 我們可能是在見證一個電影正在進化的時代 然後這件事情正在發生 其實我覺得還蠻樂觀可以去想像跟期待的 這就是雙子殺手 講到李安的高規格電影 然後我的有感而發 好像跟影評還沒有很多 沒關係我們下次再講 今天先這樣子 掰掰 按讚 分享加訂閱 還有按下小鈴鐺 按讚 分享加訂閱 還有按下小鈴鐺 按讚 分享加訂閱 還有按下小鈴鐺 訂閱